而地方官各自为政 巧立明目收受税银 朝廷所发赈灾银两 粮食 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 针入灾民手中十不足印 灾民十不果腹 流离失所 而众官员 乡车豪宅 生活之铺当奢靡 游在朕之上 朕着令 力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 以政乾坤 钦此 好了 龙小弟 写完了 你来看看 怎么样 老大 老大 看来 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 这个字啊 大有长进 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 居然写的字 能有几分镇的风范 主要啊 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 这听得我呀 是痛快淋漓的 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 每一次闹饥荒 饿死很多人 当时看着吧 就觉得特别惨 那个时候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 那当然了 这老百姓饿肚子 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没当好啊 皇上啊 可不是个官 皇上怎么不是官了 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 是山西的地方官 可是呢 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 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 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 任何一个人说了 朕都不会轻饶的 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 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 那你说 你是朕的什么人 老大 这次出训呢 真的是感慨万千啊 不仅体察了民情 还学到了很多 朕在语书房里和朝堂上 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 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那将是朕 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 你看看这个 还记得那日你说过 这个龙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 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着 听不到百姓的奇苦和心声 朕听了那番话以后心里很是震撼 所以回了宫以后 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 以随时警醒自己 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 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 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 花儿 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 朕就好好地办你我之间的事情 你我之间有什么事 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摩释书 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 出去跟她成亲啊 你虽然是寻常女子 朕不能立你为后 但是 在这后宫家里三前之中 无人能解你在朕心中的地位 所以 朕要给你抬个奇迹 纳你入后宫 不行 这事儿我不同意 朕记得你之前说过 皇帝 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 可是 在山西的那间草坊中 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 我之前说过 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 可是现在我说回这句话 你真的很好 在那间草坊中 咱们同居了数人 朕看过你的身子 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 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 心里放着朕 还出去跟你那个 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妻吗 大不了我谁都不嫁 我不嫁给他 我也不嫁给你 为什么 龙小弟 你是个好皇上 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 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 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 又爱又怕的皇上 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 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 会感到害怕吗 龙小弟 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 你不能 我不想跟东宫娘娘 跟西宫娘娘 共享一个丈夫 你懂吗 一个妻子 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去见不到 每天打扮好 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 对着蜡烛捶泪 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反正你已经后宫家力三千了 少我一个又如何呢 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 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 罢了你 纵然朕归为天子 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 朕只有真心 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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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太医 公公有什么吩咐吗 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 怎么 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义欢 你心里不好受啊 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 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 义欢年少单纯 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 我担心呢 你把义欢拉进宫里来 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 可是没想到 皇上对义欢动了真心 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我也很是不安的 但我又无可待合 我知道你跟你爹 一直想要光复大明 我劝不了你 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 就连我这条老命 恐怕到最后都得给大胜 我劝你 赶紧把义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 我年纪大了 受不了惊吓了 什么 你和义欢要撤出宫去 康熙跟义欢的情形 你一直看在眼里 我不能把义欢留在宫里了 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 那你们就先撤走吧 这寻找童侠 和查出明珠谷内建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我明白 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 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 太危险了 有你净分担心就足够了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对不起 京城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大师兄 你别这么说 如果任由小师妹 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 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对义欢 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 才刚刚开始 赶紧把他撤走吧 谢谢你 京城 只有你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为我着想 但是 我却无以为报 大师兄 你的平安和幸福 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我不走 我不走 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 为什么 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 舍不得离开他了 我哪有啊 昨天在御书房 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 你没有拒绝 我 我 我 华妹 以前你对男女之事 或许很懵睹 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你最近 对康熙的感情 悄悄发生了变化 朱哥哥 我也不知道 我的心 我不能再把你 留在紫禁城了 你马上跟我走 可是童匣子还没有找到呢 而且潜伏在明珠谷 敖拜的内奸也没找到呢 卿城说了 找童匣跟查内奸的任务 他会去做 那留学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 多会想啊 说来说去 你还是舍不得康熙 是不是 嗯 你还是舍不得康熙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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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就像一个大金笼子 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的 早晚都会撤的 但是走之前 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 龙小弟说了 那个刘德钊 已经奉旨进京了 难道你不想看一看 他就地伏法 大快人心的下场吗 再说了 咱们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呀 问问他的意见 没准在这段时间里 童匣子也找到了 内奸也找到了 到时候咱们可以 跟薛姐姐一起撤了 现在刘薛姐姐一个人在这儿 多不道一啊 对吧 虽然我知道 这些理由 不过是你找的借口 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 完美 那你答应我 等刘德钊复发以后 马上跟我走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朱哥哥对我最好了 你呀 就知道欺负我辛弱 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 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 你得巧妙地回举的 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 我知道 知道 知道了 你怎么不许再在杨仁 我已看荷歌 你再情人 体感不得了 你现在已经辩论了 你现在要看了 我最不许的 还不许呢 好 你这两个人 我许再说 最好 这事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啊 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呢 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 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 在朝廷中毫无背景 只因是擅长取忠卖之 所以才被皇上破格认为 清宅大臣 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 跌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 如若如此 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道 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 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 有如此深厚的交情 玉八赞是皇族子弟 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 可是他为了一己私交 独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 就这事儿 咱们能不能揍他一般 这事儿 此事我们是假装不知 为什么呀 皇家子弟 手握重兵 跟朝中大臣勾结 这是皇上的大忌啊 你懂些什么 这个龙三回京之后 必定在皇上面前 举报我诸多的罪状 到现在为止 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 只是让我奉旨回京 与那龙三对峙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 我抢先在龙三之前 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嗯 承文啊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 所有的精力和力量 对付龙三一个人 以免树敌太多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 咱们怀疑丽贫 是以江湖女子假冒之事 如何处置 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 这个丽贫跟舒婉欣 两个人居然长得 是一模一样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找到 真正的舒婉欣 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 这个丽贫娘娘她是假冒的 那舒婉欣 早跟那个梦翔和私奔去了 我正查探 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先奉旨进京 丽贫娘娘的事情 暂时先不提了 丑伯啊 在我找到真正的舒婉欣之后 你即刻紧静来见我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 姐夫 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洒出去了 你说 他跑得了吗 所大人且慢行 怎么了 下官见过所大人 你这是干嘛呢 你别这样 不不不不 所大人 下官没有别的意思 下官只是想 请所大人 给下官透露些口风 下官此次进京 到底是凶还是急呀 你呀 我 你呀 所大人叫醒得对 你呀 不用太过担心了 咱们都是朝廷命官 这有人弹劾咱们 得应该都是家常便饭 是不是啊 下官明白所大人的意思 所大人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皇上并未全心那个 钦差龙三 对下官的弹劾 你呢 且安心地去觐见 你此行一定是 有惊 无险 多谢所大人指点 行 走着 行行 是 皇上 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 宣刘德昭 这 刘德昭 皇上宣你觐见 请吧 刘德昭 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 嗯 山西巡抚刘德昭 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大人 来 皇上 这些都是龙三 弹劾臣的罪状 都是他无中生有 所罗织的罪名 无中生有啊 刘德昭 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 来诬告你 回皇上的话 这龙三 向臣所会不成 所以怀恨在心 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汉匪 盗抢我府库的官银 还有 这龙三 他死磕欲袭 伪造密旨 敢设我山西地方政务 皇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 臣聚查时 是 皇上 请皇上 明察 他 我能看得到 你 你去看得到 你去看得到 还有皇上 这是龙三四刻玉玺 伪造秘旨 盗抢官吟的证据 请皇上明见 没错 这个玉玺和秘纸都是假的 皇上 除了这些物证以外 臣还有仁证 此仁证乃是山西总兵 书建大人府上的管家 他可以作证 这龙三在借助叔父其间 曾经率领手下 乔专改办 勾结山匪 盗抢官府酷银 如果皇上想 亲自遇神此案的话 可招此人进宫秩序 此案可立白于天下 不必了 这儿有三个人证 个个都比你那个 舒服的管家重要 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 这龙三假传圣旨 伪造玉玺 乔装改办盗抢官吟 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 杀了你手下一员 姓杨的参将 吾皇圣明啊 皇上实在是圣明啊 但不知现在那三人 陷下何处啊 刘大人 别来无恙啊 皇上 此女子乃是龙三的 贴身丫鬟啊 刘德昭 我也是证人之一 你可还记得我 皇上 这个人也是龙三的新妇啊 抢到官吟也有他的份啊 皇上 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 皇上 何止他们俩有份 刘大昭 臣子 你为何不抬起头来 看他这 臣 臣第一次 拜见天眼 内心诚惶诚恐 臣不敢直视天威 所以 朕让你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看朕 他 赖戏 后差 朕 朕 自次 死 真的真的 特别好笑 太好笑了 是说不定的 后来呢 后来那个刘德钊又怎么样了 后来那个刘德钊啊 吓得都不敢说话了 这身子啊 就跟弹蹄蹄似的 一直都 还真是有趣 真可惜 我没能当场看看她的丑态 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她那个丑态 你都不知道 当时啊一股恶臭 结果你猜怎么着 吓得那丝尿裤子了 臭的我呀 陆小弟赶紧叫人把她给拖走了 真是没想到 那个刘德钊当初在山西 作为作福不可一世 原来这么浓包啊 可不嘛 你都不知道 被拖出去的时候 那次吓得都不敢说话了 那眼睛是晚上翻的 然后吐着白目 就这样 基本就这样 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 皇上吉下 皇上吉下 臣参见皇上 不必多礼 这个永乐斋啊 是紫禁城里边 最自由 最轻松 也是最开心的地方 大家随意就好了 一欢的一欢 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 朕每次一见到你 一见到你的笑容 听到你的笑声 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 心里充满了阳光 龙小弟 你可是堂堂的皇上 你怎么能许别人听闭角呢 朕还用得着听闭角啊 你这个声音啊 隔着远墙都能听得见 这么看来 你这脚是不疼了 脚是不疼了啊 不过走起路来 还是会一拳一拐的 特别不好看 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 你以前走路的时候 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 没一个样子的 哪有 皇上 再过几日 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 臣想带着陈妹 去京郊永福寺 为王母祈福上香 还望皇上恩准 康熙已将刘德昭 和顺田拂引甘国太的案子 交由刑部审理 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急刑 也算是大快人心了 皇妹 你现在 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吗 等我爹过两天回京城 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 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 义父说过 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 交给我来决定 可是 怎么 你又变快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如果我们要撤树子京城 如果撤不好的话 康熙肯定会怀疑的 到时候会深查起来 学姐姐怎么办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樊师妹和叶师弟 已经随吴应齐的车队进京了 到时候 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 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 为她上香祈福 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 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 将我们劫走 如此一来 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地消失 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 挑起她跟康熙的矛盾 哦 好吧 好 朕准了 到时候啊 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 在永福寺 给令堂做一场追点 多谢皇上 臣母能享此哀荣 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 你先别急着谢朕 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 要交给你去办 不知你是否愿意 臣愿听凭皇上拆起 这个刘德昭和顺天 抚引甘国泰的案子 所以交由刑部审理了 但是朕明白 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 不知还有多少 刘德昭和甘国泰 朕想让你和所徒做钦差 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 暗中清查其他官员 看是否还有人 故意制造冤假粗案 冒冷攻军 以此作为整顿励志的开端 皇上 这恐怕 怎么 你不肯 你要是有什么顾虑 就尽管说准 朕替你解决 未成不肯 只是 臣乃小小的太医 恐难当此大人 这个整顿励志啊 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 尤其是那些 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 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所图虽然能力强 但那毕竟是满臣 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 不便下手 所以 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 把那些 贪赃枉法 鱼肉百姓的国家路度 全部给揪出来 明正点心 太好了 朱哥哥 这可是一件 立国立民的大好事啊 李爱卿 朕思前想后 这满朝文武 只有你最能看此中人 第一 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 背景干净 第二 你文武双全 半使能力强 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不贪图荣华富贵 心中藏着天下百姓 肯为他们牺牲 剑青 你可愿意 朱哥哥 你就答应龙小弟吧 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 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 你想 咱们已经见识到了 刘德昭和甘国太的恶行了 可是天下 还有多少甘国太和刘德昭呢 还有多少老百姓 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 你忍心 不管吗 微臣 存知 太好了 我就知道朱哥哥 不会让我失望的 大师兄 如此一来 你和小师妹要撤出紫禁城的计划 怕是要推迟了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局 我不想让义欢失望 更不想错过这个 为天下老百姓除害的机会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帮康熙整顿励志 肯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就算你最后千辛万苦做成了 也是替康熙做嫁衣 到头来老百姓感激的只会是康熙 不会是你 我想好了 我会借此机会 在清廷当中掀起一番大的波浪 挑起朝中各大权贵 对康熙的不满 如此一来 老百姓既得了力 又能激起康熙跟群臣的内斗 引发他们的内乐 还是大师兄思虑周详 说实话 我心里也很纠结 如果我跟义欢撤走 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宫里 完成寻找童侠 跟查找内奸的任务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也太自私了 大师兄 我知道 你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 你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 对得起我们所有人 可是这样的话 你会很累的 就像这一次你决定留下来 那小师妹和康熙 又会继续朝夕相处 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 若义欢能像你这样 了解我 在乎我的感受 那就好了 皇祖母 皇上对这李氏兄妹 是越来越好了 居然让礼部尚书 以朝廷的名义 在永福寺 在他们的王母继承 进行追计 这可如何是好 哎呀 山芸一来风满楼啊 皇上这是有所动作了 难道皇上 是要将这李氏欢 纳入后宫了 那倒不是 皇上如此笼络李建卿 是想李建卿和索额徒 一同协助他整顿励志 皇上这次微服私访之后 心境大变 严情激进啊 哀家是担心他掌握不了分寸 动摇了朝纲啊 吴公子 一路辛苦了 永利帝的遗物 已经顺利押运到京 我们兄妹二人也该告辞了 待明天面圣交旨之后 我也要返回云南滇都了 反正二位也是四海为家 不知可否随我一起 到云南滇都一游呢 多谢吴公子盛情相邀 这样吧 若我们兄妹二人 多考虑几日 再做答复 也好 那我等你们的消息 吴公子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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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倩蝇姑娘 这驿站附近有一个镜湖 今晚可否在那儿一见 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 也算是留个纪念 多谢叶兄 走吧 二公子 你果真要带这二人去云南 怎么 有何不妥吗 这叶氏兄妹 可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 父王不是跟我说过了吗 要多多结交这些江湖能人 可是卑职觉得 这兄妹二人 另有图谋 这一路走来 若他们真有什么图谋 那早就暴露无遗了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自有分寸 启禀皇上 微臣已将永利帝的遗物 顺利押送进京 献来面圣交旨 是 平身吧 谢皇上 二公子 山西一别 别来无恙啊 微臣眼拙 在山西居然没有拾出龙颜 微臣罪该万死 二公子不必多礼 起来吧 是 朕在山西的时候 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微服私房 你认不出朕 又何罪之有啊 微臣无能 一路上遭遇了两次结案 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 被劫匪劫走 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 以身殉职 微臣罪该万死 是 这山西结案一事 朕已查明 是敖拜的余党 刘德昭所为 与你毫无关系 你一路护送永利帝的一物进京 甚是辛苦 你和平夕王对大清 那是忠心耿耿 朕得好好地舍你 谢皇上恩典 起来说话吧 是 朕还有一事 要交办与你 但凭皇上吩咐 微臣定当 竭尽全力 这单子上面的药材 都是云南独有 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 尽快置办 用快马送至京城 回皇上 这单子上的药材 确实是云南独有 不过 有一些是现成的 有一些 却需要花点时间去置办 那就尽快抓紧时间置办吧 是 你进京之后 可曾见过你大哥 是 你进京之后 可曾见过你大哥 回皇上 臣乃外臣 未得圣旨 不敢善见俄夫 二公子 办事谨细 很好 不过 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杰 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 甚是欢喜 特意召了见您公主 和俄夫进宫 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 顺便见一见你大哥 也可以续续人伦之情 谢皇上恩典 二公子啊 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 请起吧 谢太皇太后 顾夫啊 在 你哀家看 你这弟弟 可是比你俊议压几分呢 太皇太后有所不知 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 才华也在臣之上 以前在王府里 臣父总是批评臣 什么都不如弟弟 俗话说啊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这做父母的 偏腾小的也是有的 在哀家看来 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 都不错 真是虎父无权子啊 谢太皇太后美玉 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 启禀太皇太后 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 定下了一门卿事 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婿 配给你 不想你已经定亲了 这样也好 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 将两个儿子都招了女婿 留到京城 让他在身边 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 然后 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 定下了一门卿事 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婿 配给你 不想你已经定亲了 这样也好 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 将两个儿子都招了女婿 留到京城 让他在身边 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 多谢太皇太后垂爱 是微臣无福 微臣一家 都特别感恩朝廷的关怀 请坐吧 谢太皇太后 哀家虽然老了 但是并不糊涂 哀家知道 平溪王对大清是忠心耿耿的 所以你一到京 哀家就想照你来见见 太皇太后和朕呢 还特意为平溪王 准备了一份厚礼 来人 将礼物拿上来 娄夫 二公子 你们二位 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 臣遵旨 太皇太后和皇上明鉴 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 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车子送给平溪王 就是为了告诉他 这朝野之上啊 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 弹劾他 弹劾他心怀不轨 有谋反之心 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 都是绝对地相信他的 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 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 好了 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生分 起来吧 江宁 还不赶紧把俄夫扶起来 来 起来吧 二公子 你回到云南后 待哀家问候你父王好 另外 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 顺便带回去 微臣代母亲 多谢太皇太后恩典 阿父 二公子 你们兄弟难得一见 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 还是到俄夫府去续续亲吧 剑宁 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 微臣告退 黄阿娘 哎 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雄 阿家本来是不同意的 但是 谁叫你是爱心觉罗氏的子孙呢 是 剑宁明白 剑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 替黄阿娘分拥 好 怎么了 是不是脚伤又犯了 开始疼了 没有 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 心里想什么呢 我是刚才见了 剑宁公主 她本来是长公主 何等尊贵啊 可是在十三岁的时候 不得已嫁给了吴应雄 你看 她在太皇太后面前 都变得小心翼翼 谨言慎行的 可见这些年来 她一定过得很辛苦 很煎熬 这要什么 身为皇家子弟 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 你想想这 也是十三虚岁 就已经大婚了 这些年在宫里 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 直到遇见了你 朕的日子 才变得有趣了一些 龙小爹 其实我有点害怕 害怕 怕 怕什么 太皇太后 我看她老人家 对你挺好的呀 知道你爱吃点心 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 太皇太后跟你 不也重重赏了吴家二公子 但是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 这个吴三桂啊 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正合太皇太后 也是逼不得已的 你也不牵扯正事 也不比别人家头疼 你就跟着反晕呢 龙小爹 我有一种感觉 平时没人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 就是我的龙小爹 我觉得 我离你特别紧 我们很亲近 但是一旦有别人在 你就是皇上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其实好远好远呢 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 朕明白 但是朕没有办法 身为皇帝 就是不能和任何人 太亲近 不能让别人把自己 看得太清楚 否则的话 只会被臣子 拿捏得死死的 你已经是这个世上 离朕最近 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 那会不会有一天 太皇太后或者是你 因为这个 砍了我的脑袋呢 你这个小脑瓜子 天天想什么呢 老周自己被砍通了 放心吧 朕是和你败过靶子的 说好了要同甘共母 生死于共的 是 李公公啊 皇上在吗 朕大人 皇上跟师叔姑娘 去了永乐寨 要过一阵子才回来 朕大人 稍候一下 那我就在这儿候着吧 好 这甘国泰的案子结了 我得向皇上 汇报一下案情啊 那 跑什么呢 急急活活的 行不有人带话 嗯 说这刘德昭死活不敢认罪 还说什么 哭着喊着要见你 见我 对 糟了 难不成是他给我行贿了 两万两银票 这会儿要举报我 不行 我得去封了他的口 你去 告诉刘德昭 让他别着急 跟他说等我见完皇上 就去见他 是 义逢 刘德昭 快起来 索大人到了 大人请 刘德昭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 想见本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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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大人 罪求 有要事相禀报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 啊 索大人 罪求知道 我这次犯的 可是杀头之罪啊 可是 我仍然想代罪立功 想换取 我那既是夫人秋敏 还有她腹中胎儿的两条性命啊 索大人 你呀 你想得挺美的 你还没想明白啊 自己犯多大的罪 你没数啊 索 索大人 刘德昭 你犯的是诸九族大罪 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 已经将你的济世求灭 还有他的弟弟求贵一干人等 全部捉拿了 不日就会押界进京 跟你一起当劫问斩 索大人 索大人 我知道 罪求这次犯 乃是你天之罪啊 可是索大人 我所要举报的 那也是非东小可呀 是关于 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 对于皇后 还有索大人 乃至和尚里整个家族 是 你们都先出去 我要和他聊聊 正 刘德昭 你想好了 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 那本官可以保证 把你夫人求敏 和他腹中的胎儿保下 索大人哪 我回呀 说来我听听 什么重要的事 苏大人 我所要说的事 甘心到皇家的体面 我想 越少人知道 越好吧 他没事 他手轻外伤 苏大人 对求说 我听说 这书剑之女 书婉新回宫之后 用了没多久 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是吧 是啊 而且 现在后宫十分得宠 可说的呢 苏大人哪 你可不知道啊 现在正在受到皇上安宠的 并不是真正的书婉新 他是假冒的 假冒的 你说书婉新是假冒的 嗯 这个丽妃娘娘 是个假丽妃 什么 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 嘘 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 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 这消息可当真 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 这刘德昭 意识到自己死碎难逃 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 所以她没有必要 在胡言乱语 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 而且根据丽妃 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 她几次三番 凭着性命去保护皇上 其胆识 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 我看此事十有八九 会是真的 而且 再往身里去想 这假冒丽妃的人 说不定和李氏兄妹 他们都是同一伙人 那这刘德昭手里 可有证据 没有 就是因为她手里没有证据 所以她才不敢胜仗 只是拼着命地想要见我 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 那一三说所见 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 要不要去告诉皇上 万万不可 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 而且此事 又关系了皇家的脸面 我们一定要把 真凭十句拿到手里 再一举 扳倒李氏兄妹 还有这个假扮丽妃的人 不然打折不成 反而遭蛇咬啊 那三叔的意思是 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 活着的树腕心 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 通知山西新寻覆 让他设法悄悄放掉 囚规和囚敏结地俩 我们让囚规 替我们找到真正的树腕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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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or 是啊 哪 Belt 安排一个可靠的人 把这封信交给就好 告诉他 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书婉星 雖可以戴blesian 不仅她和她姐情命可以保住 就连刘德昭都可以最建议她 保住性命 您放心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去吧 拿去抹药吧 喳 李太医 李公公 李公公 叔父的意思是 纳赛和索额图 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义环 索额图昨天在御书坊门前候着 准备向皇上 汇报顺天府尹干国太严 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 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 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 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 估计没什么好事 搞不好啊跟你们兄妹有关 我知道了 多谢叔父提醒 嗯 你小心点 大师兄 我怀疑 刘德昭坚他把我假冒书晚心之事 捅给索额图了 索额图 早就怀疑我跟义环另有图吗 如今 他肯定怀疑 我们三个是义伙的 嗯 他眼下不动声色 只是因为 除了刘德昭所言 他别无证据 可此事事关皇室掩命 他一定会派纳赛 去追寻书晚心的下落 如果真让他找到书晚心 那我们就麻烦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 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 让他和书晚心 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 嗯 有劳李太医 丽妃娘娘客气了 皇上 这些就是无影棋 从云南押送进京的 永利地遗物 太上跪着的那个男人 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 你好好地看看他们 记住他们的样子 永远不要忘记 他们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 永远地不忘 先别问为什么 听义父说 好好看看他们 这是你第一次 看见他们 也是最后一次 看见他们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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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关系 不然 有关系 对 有关系 老大 想什么呢 没有 我只是在想 永历作为前民最后一个皇帝 日子一定不好过 他在被平溪王绞杀之时 又作何感想了 还能作何感想 这王国之君呢 不如丧家之权 朕看了这些遗物啊 也很受震动 所以 朕一定要历经图治 造福百姓 绝不重蹈前民的覆辙 容小弟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做好的 不过 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 肯定没安好心 你自己得注意点了 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 朕更在意的是 如何以永历帝为敬 做一个真正的好的皇帝 再说了 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 朕也不拒 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 所以他就算凑齐了三把金钥匙 也是没用的 龙小弟 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 其实是假的 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 也是假的 朕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 否则 你恐怕会紧实难安 这把金钥匙 是假的 假的 不会吧 大师傅你再认真看看 我是不会看错的 千颖 你上当了 那就有劳姑娘了 师姐 你会不会被吴应齐的小子给骗了 不可能 吴应齐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 他也不知道 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 所以 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 等着我去调包啊 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 四师傅 吴应齐和他爹吴三桂不同 他是个人品端方 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 人品端方 有胆有识 还谦谦君子 倩阳 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三师傅 其实 凡师姐也没说错 这个吴应齐 确实是文文尔雅 多才多艺 而且他一路上 特别体恤下人 履行善事 而且 面对强敌的时候 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 其实 说真的 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 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 吴三桂这种大汉奸 怎么可能交得出这么好的儿子 妾颖啊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密不知心 你爹说得对 你千万不要被吴应齐 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 爹 在你眼里 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 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齐 我和叶师弟 已经跟他相处整整三个月了 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 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 你爹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想提醒你 易欢虽然生性贪玩 不求上进 可是他天资聪颖 绝不会那么容易 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 是 易欢什么都比我好 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 可是爹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易欢的亲爹是大师父晋王 倩盈 师姐 倩盈 这儿子 你以后跟女儿说话 就不能温和一点了 怪女儿怪你偏心 既然倩盈和陌生都觉得吴应齐 不可能从中做手脚 那只剩下一种可能 那就是吴应齐 一开始护送的金钥匙 就是一把假的 也就是说 真的金钥匙 还在吴三贵的手中 没错 吴三贵在朝廷中也广不掩限 他很可能也从敖拜那里 得到了金钥匙的秘密 所以当朝廷要他上缴 永利的遗物时 他很可能留了个心 把真的金钥匙留了下来 而让吴应齐护送一把假的金钥匙 见经 既然金钥匙是假的 那他又何必把他追回来呢 还挺而走险 把山西纵兵书健给杀了 也许他是怕蜻蜓知道 金钥匙被掉了包 康熙会追问他的欺君之罪 所以他派杀手假半导贼 盗走了那把假的金钥匙 书健命大 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没有当场毙命 所以 他又派石青红去杀人灭口 但他万没有想到 山西巡抚刘德昭 也想杀书健灭口 还派出了益城 益城撞破了 石青红要杀书健的真相 反而让康熙知道了 截杀书健的 是他吴三桂 四师傅五师傅说的都很有道理 康熙表面上维护吴三桂 其实心里对他很是猜疑 我觉得 这倒是我们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太子 如今你跟易欢还有倾城 已经完全取得了康熙的信任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继续潜伏在紫禁城中 插出敖拜 安插在我们明主谷的内奸 找到真正的铜侠 好 铜侠是在宫里找到的 也是在宫里被调包的 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宫里 义父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找出真的铜侠 查出内奸 我说 吴应岐不是邀请你跟倩颖 一起去云南啊 真的金钥匙 一定还在胡三桂的手中 你就顺势答应他 跟他一块去云南 大师傅 你能不能换个人去啊 为什么要换人呢 你跟倩颖搭档的不是很好吗 如果现在突然换人的话 难免无应期会起疑心的 这个 帝哥上次练功的时候 不小心走火入魔受了伤 我想在京城多待几日 等养好了伤再去执行任务 走火入魔 来 陌生的确曾走火入魔 陌生的确曾走火入魔 伤及内造 至今未遇 而且陌生的甘棋欲结 葬府之中 有一股抑郁之气 陌生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为什么好端端的 练功时会走火入魔呢 陌生 弟子 弟子只是不小心 不小心受的伤 并无大碍的 来陌生 让爹看看 来 你干嘛带孩子呀 爹 三师父都说了 我已经走火入魔受了伤 你为什么还要打我 给我闭嘴 你怎么想得我不清楚吗 你必须跟倩影去云呢 想借机在京城待着 门儿都没有 四师父 叶师弟内伤未愈 想要留在京城 也是情有可原的 太子 你别替他求情 他心里藏着大逆不道的心思 我要把他打醒 明章 四师父 叶师弟的心病我知道 这是我们师兄弟之间 这一天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自己解决吧 来 来 倩影 倩影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沙子迷了眼睛 这湖边哪儿来的沙子呀 倩影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告诉我 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 真的没有 既然你不想说 那就算了 不过人生苦短 我们 不应该再纠结那些 不开心的事情了 好吗 不要 给 这是什么 好漂亮的镜面具啊 不过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亲影不敢受 倩影 这镜面具是我亲自设计 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 你难道不喜欢吗 喜欢 可 倩影真的不能收 倩影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东西 难道直到现在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倩影 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 承受无弃 公子如此地厚爱 交易 和时间会尽 雨后的食基 一半的名義 一半的既 一五 两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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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在思念忽悶